超夸张的摆盘拍照打卡绝对炫 在台中餐厅下还停留在装潢奢华 一间比一间大气的话 可就跟不上时代了哦 现在就连摆盘也走华丽风 教人不想打卡炫耀都很难了 这间日本料理店新推出的套餐 把大自然的花桥树木拿来做盘式 将每一道菜装拎得像要去跑趴的少女一样 花枝招展 原本等菜等到快和尚的眼皮 仿佛看见宝石一样 整个亮了起来 尽管记得菜要趁鲜趁热才好吃 还是忍不住拿起手机狂拍猛拍 先给姐妹淘乱一下 淘完拍后终于可以认真讲帮啦 前菜集结了八样小菜 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味道 这个甜菜跟冻配鹅干慕斯尤其好吃 微软三项西面总很适合夏天 这一片也打团体战 一片中的吃到五种鱼 肉质新鲜厚薄度刚刚好 有Q也有嫩 有酸也有甜 几乎是用味的烤鱼 火候拿捏得很好 鱼皮烤得恰恰 肉细致不松散 相当好吃 肉菜看起来很粉嫩的牛肉 有酥肥的软嫩度 又有制烤过的围焦感 搭配挺无味鲜明的美人菇 好感度不输烤鱼呢 负责填饱肚子的乌龙面 这里选用细Q的倒挺无龙面 放进酱汁里围算一下 柴鱼有酱油的香气 顺着面条滑入口 好吃哦 整体来说食材鲜美 调味极轻 跟我一样喜欢原味的人会喜欢 但对口味重的人来说 可能夹备好 董新闻台中报导